鸡公一位一位离去 如今汪家贵老人认识的南桥鸡公只剩下四位 而留在国内的还健在的老鸡公也不过十几位 最小的也年满九十岁 在这样的前提下 一小冬要向寻访到关于父亲的故事已经非常艰难 海外回来那个小的都是五福四海 都不艰难 小的还是在花销鸡公队 海大还是第八匹回来的 你应该到昆明不到昆明了 我要到昆明了 你要到昆明了 老海湖 是在一个大队里 两个人是一个大队 虽然并不认识叶小冬的父亲 但汪家贵向我们推荐了 曾经和叶小冬的父亲同一个大队 现在家住昆明的罗开胡老人 那么罗开胡老人是否认识叶小冬的父亲陈团圆 叶小冬又是否能够了解到关于父亲的往事呢 叶小冬是否能够寻找到有关父亲的更多往事 南桥鸡公又是如何在危险重重的道路上完成任务的 请继续收看走遍中国德宏分析之再会吧南洋 寻访的第二站 我们来到了昆明 在昆明市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 我们找到了汪家贵给我们推荐的九十岁的罗开胡老人 老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的衣服和书的一丝不苟的头发 在一九三九年的昆明街头从南洋归来的小伙子们给国内的人也是这样的印象 他们的衬衣和黄色的卡基布裤子总是运的笔直 头发也收敌的意思不够 几乎每一个司机右手中指上也都戴着像有他们名字的象牙戒指 然而这些南桥鸡公们没有想到一些运输过程中的险境是出乎他们意料的 七十年前的滇面公路三分之一的路段仅靠悬崖 南桥鸡公在滇面公路上响运圆滑物资面对的危险 首先来自于公路本身 这个年纪彬我打十几岁当年 三十几岁了 他那个也是爱过的 很爱过的一个老鸡驾驶人 他还地拿这个货物要运到某山来 但是从这方就上那个山海山 那个是最高的山人 后来王鹏打挂这种风打 挂了一棵树到了 下下打在他那个驾驶身上 他们要出来嘛就是的啊 这个很多的 在陡峭的山路上 很多南桥鸡公就因为翻车事故 在抢余物资的时候 常年在滇面公路上 但是危险不仅仅是滇面公路的险峻 自从滇面公路全线通车之后 日军就一直试图截断中国最后的一条国际通道 1940年日军占领了越南 有了越南作为前方基地 日军的飞机就可以轰炸 遍面公路全线 我在飞飞的城上 同桌 下一来都在旧家 旧家 三家三家三家 时间一长 南桥鸡公们掌握了日本飞机轰炸的规律 也自己摸索出对付日本飞机的办法 我是回来大日问你不要见 我不怕射 就是问飞机那个时候 他咋不是先见的 都是 双翅板的 老飞机 他最多要带两个炸弹 丢完了又要跑了 他要丢炸弹 那时候扶送下来 吸来他就丢炸弹 他说他就给他倒这个倒 我们车子听着他的声音 他就会 回去吸了他的声音打了 他车就停掉了 不怕我 就停掉 他爆炸了以后 又再跑 就是在这样危险而艰苦的条件下 南桥鸡公 意义继续地将原化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国内 1942年5月 日军攻入云南境内 电面公路因此被截断 南桥鸡公抢运原化物资的工作也暂时停止了下来 这样从1939年到1942年 3200多名南桥鸡公 一共在电面公路上服务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运送了将近50万吨军需物资 正是这些物资为中国抗日赢得了时间和持续的力量 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和罗开虎一样 是盲室第十四大队的队员 不知道罗开虎是否和陈团圆认识 又能不能讲出一些关于陈团圆的往事呢 听到老人说这样的话 我们以为老人也许知道有关陈团圆的往事 我父亲就是1942年 你们在电面公路上跑过的时候 你个人的他 我没有见到你父亲 当年人听到不打来 那你后来有到过人在那里 后来我听到人家说了 说到你父亲 那个的盖盘后来 听说这个又花椒 第一个人都买过 罗开虎告诉叶晓东 他只知道陈团圆在电面公路截断之后 留在了碗顶 最后被日军活埋 这样的消息 使得叶晓东的情绪低落了很多 也是我们在寻访中 并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在回碗顶的路上 叶晓东提出 要去电面公路老路上看看 已经废弃的电面公路路段 车辆稀少 经过了七十年的岁月 已经斑驳不堪 但是叶晓东知道 1939年到1942年 就是在这条公路上 他的父亲和三千二百多位 南桥机工一起 用生命和鲜血 换来了抗战的物资工艺 天面公路截断之后 三千多名南桥机工的命运如何 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元 又为什么会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德宏专辑之 再会吧 南洋 这条路就是当年 碟面公路的缅甸路段 这座小桥 就是当年碟面公路上 常见的军用桥 沿着这个方向 一直前行 就可以到达中国碗顶口岸 当年 南桥机工 就是在看见碗顶口岸的时候 直到已经回到了祖国 叶晓东 如今就住在 边面公路上的碗顶城内 有关父亲的纪念品 只有六十年代之后 政府为父亲颁发的 荣誉证书和徽章 这个是 我们把它弄一整 这一个章子 好 好